选好床搭回家 却发现过道太窄 走不了人 选了一款带靠背的床 放完床垫 发现床背板没了 床 这个和我们每天相处时间最长的家具 可千万别买错了 今天也暧昧就来给大家看看 买床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你想要的装修知识 都在屋檐干货笔记 一般我们说床的尺寸是1米5或者1米8 实际说的是床垫的尺寸 而买床还要关注外框尺寸 不然可能买了1米8的床 到家后发现是2米 首先我们来看看材质 一般分为木质 铁翼 软包 木质床 木质床水比较深 不同木材价格差距可能达10倍 网上价格很便宜的石木床 可能只是石木和人造板材的组合 全石木的床很有可能背板 床腿 床架不是一种木材 所以了解清楚真实木材才不会被坑 软包床 软包床通常分为布和皮的材质 整床真皮价格很高 很多高价真皮床的产品 也要留意是整床真皮 还是靠背 床边 仿皮拼接 如果只想要皮的质感 现在仿真皮的面料 几乎可以媲美真皮 而且品质更稳定 价格还非常好 布衣的床颜色跟材质选择更多 如果你想要深层清洁 选择可拆卸的布衣床 软包床除了要挑外面的材质 也要留意床架材质 如果是密度板 多层板 更多考虑甲醇是否达标 如果是石木就会影响价格 最后来说说铁翼床 它环保 装饰性强 价格还不贵 需要注意的是 在湿度大的环境 会有脱皮的隐患 再来看看床的结构 一般分为内嵌和齐边两种 内嵌结构的床 床垫嵌在床框里更稳定 但框架比床垫大一圈 同理床的尺寸也会更大 齐边款式的床 床边跟床垫边一条直线 如果你的卧室面积不大 或者床周围还有衣柜 梳妆台 五斗柜等家具 齐边款式是个很好的选择 需要注意有些简约俐落设计的床 边角会比较突出 如果家里有老人或小孩 要慎重选择 另外也可以选择带储物和不带储物 带储物一般是气压称和抽屉两种 气压称储物内部空间比较大 带有抽屉的床使用更方便 就是储存空间会略小一点 还有个容易忽略的地方 是床架的高度 一般市面上床垫厚度在20厘米上下 进口床垫达到30到50厘米 选择可调节高度的床垫 避免万一床垫买低了 露出背板 或者买高了挡住背板的尴尬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无床 只买个床垫 用靠垫枕头做软包 搭配好也别有一番风格 这里还有几个小细节需要注意 排骨架的宽度 常规的独立带装弹簧 直径在6厘米左右 床的排骨架间距不宜太宽 4厘米以下的排骨架间距 可以更好地承托床垫 床背板底部与墙面的贴合度 大部分墙地交接处 都会用踢脚线收边 如果床背板不能空开踢脚线的位置 就会出现床背板不靠墙的尴尬 有细致的品牌会在床背板下沿挖洞 这样床背板完全贴合墙面 更加稳固 床侧板下沿离地高度 很多家庭现在会用扫地机拖地机 一般机器都不会超过11厘米 选择稍微高一些的床架 就可以让它来去自由了 敲黑板 最后带大家回顾几个选床的要点 床架的尺寸不等于床的尺寸 通常我们说床的尺寸是床垫的尺寸 而床架的尺寸往往会比床垫大 购买时需要注意实际尺寸 床垫放上厚 离地50厘米左右高度最适合 可调节高度的床垫最省心 一般床座高离地50厘米左右 上下床最方便 所以要结合床垫高度来选择床垫高度 如果购买很厚的进口床垫 最好选择可调节高度的床架 实木床不一定整床实木 真皮床也不一定整床真皮 床的材质可以根据喜好预算来选择 除了注意外部材质 还要看看隐形材质是否甲圈达标 床是你几乎每天都会用到的家具 一天工作下来可能没有机会在家吃饭 但最终床会沉托你一天的疲惫 一定要选一张舒适合宜的床 这次的屋檐干货笔记就到这里 有更多想要了解的内容 在弹幕或评论里告诉叶儿妹 我们安排